电子显微镜下细长的伊波拉病毒 有的卷曲向打劫 有的细长还分叉 丝状读科中 它最令人胆战心惊 45年前在非洲萨伊被发现 当时致死率高达88% 病毒不断变种 直到2007年最近一次的流行后统计 致死率还是高达83% 也因为伊波拉病毒致死率极高 包括美国CDC在内 各国都将它归类为最高等级的威胁 被视为潜在的生物武器 这类病毒想要研究 防护措施马乎不得 都只能在最高防护等级的 P4实验室里面进行 P4的规划应该是 那一个疾病感染力很强 杀伤力很强 同时没有疫苗 也没有药物可以治的 就一定要在P4 那现在新冠刚开始的时候 其上也应该是要在P4做才对 他们都要穿太空装 这个太空装是镇压的 整个实验室里面到处都是有 那个旋转的管道 你可以加那个 加起来就是震气这样 只有气出来 台湾也有处理这种高危险病毒的 P4实验室 地属国防部预防医学研究所 知识重地 学界 医界也很难一窥究竟 我记得 这个SARS流行之后 我们也有想说 做一些研究 用P4实验室 结果后来我们发现 因为P4实验室是国防部管 单单弄那个公文 迁来迁去 就耗旷日费事 根本不像急性传染病 国防部那个实验室 就是一个实验室 就这几个人在做 没有同侪讨论 而且他的监督 还是要小心 因为他是处理最危险的东西 所以他的 他的SOP 要特别小心 同时最好还是有外部监督的机制 不是全部是内部监督的 国防部预防医学研究所 这回不再沉默 首次公开回应 他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检验 事实上是非常严格的 所以他每年都会接由 这个机关署 每年会来这个书面的一个查核 每三年会来做一次实地的查核 而且查核是非常严谨的 要能够通过以后 才能够继续这个实验室的运作 非常时期 2020年开始 新冠肺炎流行 预意所投入大量人力 包括这个抗体 抗原的一个快筛的一个开发 可以提供我们国人 能够快速的检测这个新冠肺炎 同时我们也发展出这个核酸检验 快速的核酸检验的一个 侦测的一个能力 提供很多的医疗院所 能够在快速的能够做 这个核酸检验的一个工作 同时我们也建制了这个药物筛检的 一个动物的一个平台 首次证实又执行新冠病毒培养 鉴定及分析工作 军医出生的红蚁仁少将 也是2020年蔡英文总统 才额外核定新增的边缺 对于新冠病毒危害的重视 可见一斑 比P4实验室 第一阶的P3实验室 其实都一样需要全面戒备 肉眼看不见的病毒 细菌 已不小心 实验人员就会沾染上身 机关署研究实验室意外感染事件 发现Liberman一项统计数据显示 各种病原体造成人类的死亡率 细菌是6.6% 病毒4.7% 立刻刺体是4.2% 黴菌是1.4% 就连寄生虫都有1.7%的死亡率 追踪实验室的意外感染事件 更发现只有70%完全康复 26%终身伤残 4%死亡 读物专家求学期间 就曾经碰过类似的外泄事件 我们当时遇到的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肠病毒 那大家知道肠病毒它并不会透过飞沫 它也不会透过血液 它基本上来说必须要透过接触 然后碰到嘴巴 并不是像现在这个新冠病毒这么的恐慌 但是毕竟它是一个 也是一个致病性的病毒 所以当时也是启动了整个消防措施 然后来做这个清销 南海医院在那时候前阵子爆发那个 MIRS就是中东呼吸症候群的 这些感染症的一个群屠感染 这医疗人很多人都被感染 院内感染了 那它就会发 就是被发表在那个杂志上 那我们就会去了解 看来去感染途径发的方式 它的感染原因是什么 意外感染很可能对患病的病人造成难以抹灭的伤害 流行病甚至会危害社会跟经济 实验室里是人跟微生物的战争 狭窄的实验室也考验最基本的人性 2002年美国实验室感染碳剧热 事件造成11人吸入感染 12人经由皮肤接触感染 那个case是那个实验室的人 带了那个碳剧病 所以那个问题更大 所以这也是说 实验室在挑人才的时候 你要选那个EQ比较高的 操作高风险病毒 需要精细的动作 专业的知识 还有深厚的人文素养 室管里的科学 是一个无限大的宇宙 一不小心就可能变成 吞噬文明的黑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